因为是受到台风影响行程被迫变更的还包括了美国摇滚天团邦乔飞就在昨天晚间抵达台湾 原定在今明两天在南港展览馆要开唱 但是也是因为遇到台风早局今天的第一场确定取消了 邦乔飞在昨天晚间抵达松山机场有很多很多死忠歌迷就在机场守候 邦乔飞团员在下飞机之后是亲切的和大家一一来握手签名 还和小朋友合照邦乔飞都来者不惧十分的亲民 但是呢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主办单位说啊 因为台风来起的关系确定取消了 已经购片了歌迷可以办理退票 或者是可以选择换票看明天场次